新北市一所国中射箭队传出无姓男教练于三年前,几口替四名国中生女队员缓解肌肉酸痛为由,要求裸露上半身,因女队员碍于教练威权不敢反抗,竟趁上要按摩之际伸出狼爪猥蟹。 无姓男便称,练习拉弓因用力会造成手臂、肩膀、背部及胸大肌酸痛,才会替队员按摩来缓解疼痛,否认别有意图。 因受害女队员指证丽丽,新北地院今天依防害性自助罪判处无男四年二月徒刑,其中两年八月得一颗罚金九十六万元,仍可上诉。 判决指出,现年三十三岁的无姓男子自民国一百年起在新北市某国中担任射箭教练,却从一百零四年八月至一百零五年四月期间,几口替女队员缓解肌肉酸痛为由,个别带至射箭练习场工房内,要求裸露上半身,涂抹药膏后,再跨坐在女队员大腿上进行按摩。 无男会要将裤子拉到人鱼线的位置,女队员因上半身落露,虽时间为五至十分钟左右,但教练按摩到胸部下缘时都感到十分尬干,还说,脑子一片空白。 碍于教练威权都不敢拒绝,因有女队员与家人聊天时不小心露出口风,事情才曝光。 家长向警方报案提告,无男在学校省评会访谈也承认我知道拖衣不妥,经学校在社工协助访谈,确认有四名女队员受害。 因受害女队员年仅14岁,尚未满16岁。 法官认为,无男几口按摩包装猥亵恶行,其实仅为满足个人性欲,多达十余次,今天合并判处四年二月有期徒刑,其中两年八月可以可罚金96万元,可上诉。 新北市一所国中射箭队传出无姓男教练于三年前,几口替四名国中生女队员缓解肌肉酸痛为由,要求裸露上半身,因女队员碍于教练威权不敢反抗,竟趁上要按摩之际伸出狼爪猥蟹,新北法院金胖处四年两个月徒刑。 视义图ing image 分享。